本畫面上可以看到晚間10分 警方停在路口巡邏 路口後置燈明明是紅燈 但一名女子直接大喇喇的往前走 警方按了喇叭示意她停下來 但女子只說她在趕時間 頭也不回繼續往前走 帶來看段當時的畫面 我跟你講我跟你講 你現在已經違規了 你現在忙給我停下來 你現在忙給我停下來 事發就在1號晚上9點50分 這名女子到板橋某間百貨 趁10點店家打烊前趕時間 急著去買限量的金魚碗 違規闖紅燈 警方上前攔茶 怎料她卻拒絕出示身份證件 而且還推及遠景 警方依法當場將她逮捕 但一聽段訪問 當時我們同仁一手拿無線電 另外一手將巡女壓制在地上 所以並沒有過肩摔的狀況 而警方訊厚將女子 以妨礙公務罪嫌疑請偵辦 最後疑1萬元交保後船 而由於壓制的過程中 女子頭部手腳多處擦傷 控訴警方執法過蕩 氣得說要對警方提告 警方現在依法寒送地檢署偵辦